大家好,中秋节就要到了 做传统月饼离不开转化糖浆 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转化糖浆的做法 用料很简单,只需要三样 一个柠檬把它切开,挤出柠檬汁 如果没有挤柠檬汁这个小器皿 用手挤也是完全可以的 把柠檬汁过滤一下,去掉籽和残渣 大约是70-80克的柠檬汁 锅中放入250克白糖,加入200克的清水 开火,搅拌先让白糖融化 倒入柠檬汁,大火把它煮开 尽可能轻轻的搅动 把粘在锅壁上的糖浆 用刮铲,向中间集中一下,防止结晶 然后转成中小火,像这样慢慢的熬煮 这时候表面的气泡会越来越多 颜色也由浅变深 最后变成了你满意的琥珀色 就可以关火了 熬好的转化糖浆 需要放置3-5天才可以使用 这样效果更好 放置后的转化糖浆 颜色会微微变深 浓度也会变得稠一些 如果你觉得太稠,可以加水煮开 太稀可以继续熬煮一下 加了转化糖浆的传统月饼 一来可以保持月饼皮的松软 同时也可以帮助月饼在烤制过程中着色 糖浆表面的浮沫可以去掉 也可以不去掉 瞧,静置了3-5天后的转化糖浆 非常的透亮,漂亮的琥珀色 把它装在瓶子里随用随取 用不完的转化糖浆 放在瓶子里密封 保存一年都没有问题 中秋节就要到了 喜欢做传统月饼的朋友 别忘了提前做好转化糖浆哦 接下来我会分享传统月饼的制作方法 别忘了关注我哦 我是唐莉儿,谢谢收看,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